妹妹我們就加個 要放開我 不要碰我 我們就加個電話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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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啊 公車上的情境局 模擬女性受到性騷擾時 該如何防治 公車司機與乘客的熱心幫忙 助受害者勇敢防治性騷擾 台北市政府在三八婦女節前夕 由蔣灣市長帶領局處首長 與民間企業 宣誓要為市民打造安全空間的決心 其實在我們生活周遭 許多的公共場合 都會發生性騷擾的事情 但是我們一定要了解到 勇敢的站出來 杜絕並且防止 各項性騷擾的發生可能性 那國際婦女節也代表著 在過去那時間 很多朋友爭取女性權益性別平等 所做的付出跟努力 那台北市身為首算之都 我們不管是對於生理性別 或者是性別認同 這種所謂gender identity 在台北市工作 念書 生活 其實都應該值得受到更友善的對待 那這一方面 其實台北市我們也創了很多的作為 在介紹房子的方面 所以不管是我們首創 全國第一個 企業性別平等的認證 我們不只是鼓勵企業 也協助企業 打造性別友善的這場環境 那一方面 我們台北市政府也持續的 參與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 婦女地位委員會 也透過國際交流經驗的分享 要大家了解台北市 我們對性騷擾房子相關 作為最新的作法 也參考其他國際主要城市 他們的作為 那另一方面 我們台北市也成立 全國第一個性別平等的辦公室 在去年 我們也甚至正式成立 全國第一個 應該也是目前唯一 性騷擾房子 的服務專線 我們透過這個專線 提供全團一戰式的服務 法律的資訊 心理的支持 以及後續的照顧 隱私的保障等等 另一方面 在去年 我也特別安排了 張恩贞檢察官 到我們市政會議上面 做性騷擾房子的各項宣導 以及讓居住人更了解 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那去年 中央新疲三法學法通過 不管是法則的提高 申訴管道的增加 還有對於被害者 申訴期間的延長 各項心理支援的支持服務等等 身為台北市的大家 我們非常樂見 未來中央地方 共同擴大整個房子往後 能夠接觸每一位受害的被害者 那在這邊 也要再次的感謝 我們不管社會局 還有各局處同仁 以及今天參與的 包括捷運公司 還有很多民間的企業 買貨 客運業等等 大家共同相應 剛剛新東劇也只是 現在發生性肖案件的其中一部分 其實樣態非常多 剛剛社會局長也告訴我 其實魏全龍的音樂團 也特別邀請社會局 去幫他們上課 所以可想 其實在各個領域 每一個行業 女性朋友也好 男性朋友也好 都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應該都有可能 被性騷擾 這個是我們必須 要特別特別注意 02 2391 1067 請問一下市長 這個打過去 有什麼樣的服務 可以讓市民朋友們 來進行協助呢 這個我知道 這就是去年我們 全國首創的 性騷擾防治的服務專線 局長這個是正確答案嗎 性騷擾防治 諮詢服務專線 掌聲鼓勵 去年中央性騷三法修正通過後 強調公共場所 主管機關及企業負責人 防治性騷擾的責任 北市也成立 全國第一個性騷擾防治專線 為全龍啦啦隊 應援團小龍女 也行動支持活動 邀請大家一起做到 要尊重 敢拒絕的台北新界線 這張啦啦隊的身份 時常要在公共場所進行表演 有時候我們可能自己 會比較擔心說 會不會遇到性騷擾的事件發生 當下應該要怎麼去反應 或是應該怎麼處理 那很開心就是看到企業 以及公共場所的機關 還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員們 還有主管們都來到現場 那我也會覺得說 非常安心及安全 那我們明天 好像社會局的主管 也會來到我們現場 就是進行一系列的教育課程講座 那歡迎大家也可以跟著我一起參加 謝謝 市府號召婦女館 及台北市各區付配中心 辦理網路串聯 主題新課程 座談等活動 讓市民更了解遇到性騷擾時 該如何求助與自我保護 以及性騷擾防治新法相關規定 參加還有機會抽限量好禮 台北新界線要尊重 敢拒絕 讓我們用個堅定的眼神 大聲的與大家一起宣誓 杜絕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現在要跟新大了 說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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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